这是我们公安最高的荣誉勋章 有没有加薪水啊 没有啊 奖金呢 也没有 你出生入死 一个月才几百块 我的一个战友去了香港 几年时间就发财了 退役特种兵成风 听闻女友经常出生入死 却只有区区几百块的薪水 顿时面露不悦之色 不久前 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了大批人质 要挟政府释放狱中的赤军首领 警方虽在外围布下重兵 可恐怖分子不仅用人墙严防死守 人质中更有事关两国外交的才相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指挥官决定 让武警杨建华 以女医生的身份深入腹地 伺机寻找破敌之策 经过严密的搜身后 杨建华来到病人身前 剑房内仅有两名看守 他趁治疗之际突然出手 以迅猎不及掩耳之势击倒二人 随之俯身而上 将闻讯改来的恐怖分子瞬息击毙 敦服在人质中的男友乘风剑壮 果断出手相助 他本是越南服役归来的军人 凭着过往的履历 在此任安保队长一职 他不仅人高马大 身手更是迅猛无比 闪转腾挪间以横扫树敌 两人理应外合之下 打得恐怖分子措手不及 随着武警部队破门而入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一众歹徒被悉数射杀 二人正欲从窗台撤离之际 两名漏网之鱼突然从身后杀来 不仅将即将引爆的炸弹甩至地面 还挥刀砍断他们脱身的绳索 杨建华虽在武警的接应下躲过一劫 可孤身一人的乘风 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乘风被滔天气浪冲下窗台 好在有颜测树枝作为缓冲 落在及时抬来的气垫上 这才化险为夷 随着危机的解除 立功颁奖大会上 杨建华因行动中的英勇表现 被授予公安部门的至高荣誉寻章 可这莫大的殊荣 却在成风眼中一文不值 他从退役归来到如今的保安队长 可谓历经千难万险 却依旧是一贫如洗 十分不甘的他 不顾女友的挽留 决定只身一人前往香港打拼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杨建华的步步高升 成风也召集到昔日的旧将 踏上了一条穷凶极恶的不归之路 这天众多干警齐聚一堂 为警司之女阿珠庆祝生辰 殊不知在他们楼下 聚谋已久的成风盯上了著名的安保公司 手下则伪装成外勤 光明正大的闯入公司内部 前台刚欲开口询问 便被一枪射杀 收到讯息的警方即刻前去支援 殊不知犯罪团伙分工明细 不仅偷走公司的客户资料 还将安保系统的蓝图悉数盗走 他们凭着手中的精良武器 面无表情地倾泻着火力 试图拦下迎面而来的警察趁机脱身 可随着源源不断的警力赶到 警察最终被截停在路中央 警匪双方瞬间爆发激烈的枪战 正在聚餐的众人听到枪声果断上前支援 阿龙和阿明以精准的枪法将一人当场击毙 纵观全局的成风剑撞 顿时面色大变 直接调转枪头将二人死死压制 惊艳老道的阿明反应迅速 显然高处有狙击手掌控全局 眼见自身位置已经暴露 不再恋战的成风果断撤离死地 由于飞虎队的支援迟迟未到 双方武器的悬殊令警方死伤惨重 阿龙因顾忌同事安危 竟奋不顾身地纵身跃下 凌空而起的猛力鞭腿将一人瞬息轰退 可在对方同伙的接应下 阿龙的努力终究成了徒劳 即便夺过机枪猛坠而上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顿逃远去 见犯罪团伙不仅训练有素 且携带重型武器 警司意识到 此次事件的背后定藏有更大的隐情 为将他们一网打尽 消除香港的治安隐患 大陆公安特意派出得力干将前来协助 而此人正是乘风的女友杨建华 为了将穷凶其恶的恐怖分子消灭殆尽 大陆公安杨建华亲赴香港提供援助 通过现场监控的画像比对 杨建华很快得知 恐怖分子和当地蛇头联系密切 于是三人早早来到码头蹲守 在警方现任的爆料下 他们果真发现 蛇头正带着几名越南人偷渡入境 和警衔最高的阿明 并未选择立即动手 反而远远跟在对方车辆之后 打算找出恐怖分子的藏身地 再请求重兵集结 将之一网打尽 殊不知生性警惕的乘风 已察觉到异常 为防止陷入警方重围 他全副武装 令其余人先行撤离 自身和炮王二人留下断后 他深知 身为爆破专家的炮王 对炸弹甚是精通 在警方的必经之路下 安置大量炸药 并能逃出生天 其料舌头正与离开之际 却和敦服许久的阿明迎面相撞 惶恐不已的他急忙转身入屋 不料竟被守门的小军一枪射杀 见行动计划已经暴露 杨建华为防止恐怖分子逃之夭夭 竟不等援军强行破门而入 眼见时机成熟 成风正要下令引爆 杨建华的身影突然映入眼帘 二人曾是十分恩爱的情侣 如今虽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可成风对他依旧是别无二心 经临阵变卦 不让二人引爆炸弹 但仅是这片刻的犹豫 便令两人暴露了位置 炮王身为越南退役军人 始终坚守服从命令的天职 可眼见三人已尽在咫尺 小军情急之下 只好强行引爆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成风心急如焚地下楼查看 剑阳建华虽满身狼藉 却并无性命之忧 他心中的石头才终于落下 这时大批警察的姗姗来迟 瞬间将此地围得水泄不通 三人为求自保 只能利用地形优势 各自为营与之周旋 见小军面露熏光静止杀来 杨建华凌空翻转连开竖枪 却悉数射在着弊弹衣裳 见墙内子弹以尽数打光 胆小的阿明顿显男子主义 奋不顾身地扑向小军 欲为杨建华争取逃离的时间 不料却被对方一脚红飞出去 杨建华见状毫无巨异地迎刃而上 他虽是一介女流 却深得武警机关的器重 尤其会是贪生怕死的泛泛之辈 杨建华英姿撒爽的模样 令阿明满脸轻饿 可纵使他身形灵巧 却始终难以突破防御 小军虽以一敌二 可身强体重的他 很快扭转局势 危机之刻 阿明连忙捡起机枪 这才将其解决 二人没有丝毫停顿 即刻前去支援阿龙 终于在三人的合力之下 泛王被生擒活捉 乘风眼见大势已去 毫不犹豫从高处静止跃下 杨建华虽在身后穷追不舍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背影 夺车逃离 而被捉的泛王 也成为警方的唯一突破口 起料 面对阿龙软硬坚实的逼问 泛王却是不屑一顾 甚至面色癫狂地挑衅对方 他甚至唯有被打至重伤 才能让成风有营救他的机会 而另一边的成风 虽和手下成功会合 可当看到电视上报道小军被杀 众人顿时勃然大怒 退役特种兵成风 因不甘位区区几百块的薪水 几人篱下为命是从 竟召集昔日的旧部下 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他和一名安保设计师达成合作 欲将香港最大的金库系结一空 为了切断金库的安保系统 不让警方察觉 成风不惜兴师动众 夺取安保系统的设计蓝图 可当一切准备就绪之际 泛王却不慎被捕入狱 身为爆破专家的他 乃是此次行动中必不可少之人 为了营救泛王 成风只好找到九位相见的女友杨建华 两人一个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一个是正义凛然的大陆武警 时隔半年 他们再次重逢 却踏上了截人不同的道路 见成风实现了理想 衣着光鲜 不知实行的杨建华 心中感慨万千 潜藏许久的爱意 也随之死灰复燃 殊不知 对方正是他苦苦找寻的 恐怖分子头目 复感公干的他 此刻暂住在警司家中 三人在房内交谈之际 手下阿强为了死去的弟弟报仇 竟趁机破窗而入 抓住警司之女阿珠 听到动静的阿明连忙跑去查看 却见妹妹已被对方携为人质 阿明只好假意妥协 扔掉手枪 缓缓退出房外 趁阿强不备之际 他突然出手 阿明虽在他触不及防之下 占得先机 可面对嗜血成性的退役军人 他无异于以卵击石 几时竖招便被阿强轰倒在地 杀了我弟弟 我要替他报仇 危急时刻 叙事待发的成风闪身杀出 他虽腿法伶俐 气势凶猛 却时刻掌握分寸 并未伤及阿强分毫 见阿明已重新捡起手枪 成风故意露出破绽 身中一脚倒在阿明身上 但杨建华赶到之际 只看到阿强以扬长而去的身影 趁此次遇袭事件 成风假装来警局录口供 并有意询问起 歹徒复仇的起因 但杨建华提到炮王二字时 他故作惊愕地上前声称 在越南的时候 他是我的部下 他犯罪了吗 我们在围剿结枪的时候抓到他 通过成风英勇救人的一幕 阿明也放松了警惕 任由对方进入 关押炮王的病房之中 起料两人相见之时 在成风的一番眼神示意下 炮王立刻心领神会的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 阿明却仅是坐在远处一言不发 殊不知 成风看似在劝炮王坦白从宽 实则是在使用摩斯密码 向对方传递信号 几分钟后 炮王遵照指示 主动向阿明供出假情报 混淆警方试听 更是在二人离开之际 上前讨要一支香烟 阿明对他的转变甚是欣慰 毫无防备地将整包香烟递上 殊不知 成风早已将香烟掉包 而里面的烟草也被换成了火药 次日 警方根据炮王提供的线索 在各大金铺布下重兵 这时两位身材妖娆的贵妇 闪亮登场 一人是成风故意派遣而来的混混 一人则是警方为探明虚实 安插的卧底 二者各怀鬼胎相互推扰 另一边的成风见学习成熟 随即展开营救炮王的行动 他伪装成医生 故意触发防火警报 趁四周烟雾缭绕 场面混乱之际 炮王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点燃 接着装枪作势的大声呼救 阿龙迫于无奈 只好打开房门 当他要将炮王带离之际 伪装的成风突然出手席向众人 看着被打开的镣铐 阿龙连忙上楼追击 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楼顶之时 却只看到两道渐渐远去的身影 重要罪犯的逃脱 令警司勃然大怒 想到唯一接触过炮王的成风 身为女友的杨建华 虽不愿相信 但还是将他视作最大的怀疑对象 在三人的一路跟踪之下 果真发现 他的下属和金库设计师 有着频繁的接触 而此时的成风 也整装待发地展开 蓄谋已久的行动 为了将金库洗劫一空 越南退役特种兵成风 率领昔日部下 伪装成安保人员 混入金库内部 随着数名手下的蜂拥而出 各个手持机枪 倾斜着火力 场内的看守在恕不及防之下 死伤惨重 工作人员惶恐不已 打算偷偷报警 殊不知成风早已凭借 事先夺得的安保系统蓝图 切断了金库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不料女友杨建华 早已察觉到他诡异的举动 趁着在外蹲守之际 通知警力支援 两人跟随设计师的车辆 混入金库内部 到等候许久的成风 见到设计师身旁 伴有数名强壮的雇佣兵时 顿时面露不悦之色 但他深知 只有对方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 成风虽心生不悦 也唯有暂时隐忍 小心他们耍花样 可当设计师通过监控 看到警方已将此地牢牢围住之时 设计师虽意识到计划已经暴露 但却依旧神情自若 凶有成竹 原来他早已想好退路 金库的通风管道连接着地下铁路 可确保众人事后能安然脱身 于是他将通往地下的电梯悉数关闭 利用设计师所留下的程序漏洞 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开了金库大门 看着堆积如山的钞票 众人喜行于色 疯狂地将钞票装入麻袋之中 殊不知两名警员已悄然潜入 只见杨建华纵身跃下 偷偷藏于敌后 在阿龙的默契配合下 两人将歹徒悉数放倒 听到动静的阿强持枪赶来 两人连忙闪身躲避 这时突然一名欺耻壮汉 拦在杨建华的身前 见对方比自己高出一半 且手持重型武器 杨建华只好假意妥协 缓缓起身 等对方趁其不备之时 他突然出手推克机枪 以挤撩阴腿随之鸿出 趁对方痴痛惨叫之际 又是一记倒挂金钩迎刃而上 接着肾胜追击 拳脚相加 随着一番激烈的缠斗 杨建华虽略占上风 可头部溢出的鲜血 逼让壮汉凶性大发 只见他毫无巨异地硬扛杨建华的暴击 以周身蛮力抓住他的颈部 将之悬于半空 双方的力量悬殊 顿时让杨建华落于下风 他虽利用敏捷的身手 不断攻向对方 辗转腾挪在对方的拳脚之下 看面对着皮糙肉厚 身高三米有余的壮汉 即使杨建华拼见浑身解数 也难以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倒腹部遭受对方重重一击 倒飞数米 被壮汉掐住脖颈 不断地撞向身后的墙壁 杨建华吃痛之余 拼力双脚齐出 这才挣脱束缚 利于高处的他 不敢又丝毫停歇 随即妖马合一 连续使出鞭腿 发起反击之势 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势 一时间壮汉被揍得眼冒金星 随着杨建华的凌空一脚 重重砸起面门 壮汉彻底没了反抗之力 这时阿龙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面对凶狠的退役军人 他不敢有丝毫轻视 最终凭借一记瑶子翻身 将阿强从高处踢落而下 与此同时 设计师眼见时间所剩无几 索性让乘风几人留下搬运钞票 自身则和炮王 前去炸开通风管道 不料当炮王安置好炸药后 他竟临阵倒戈 从背后将他当场击毙 为了私吞所有的钞票 再无价值的乘风 也被他视作一颗弃子 武勇兵剑二人 已将钞票悉数运出 索性不再隐藏 直接持枪对准两人射击 毫无防备的兄弟阿和 不幸中枪倒地 好在身手敏捷的乘风 躲过致命一击 但手无寸铁的他 只好在四周 闪转腾挪 与之周旋 瞅准机会将对方的武器砸落 随即迎刃而上 与之展开近身肉火 不料这时 设计师竟原路折返 未将成风消灭 他不惜连同手下一并射杀 见对方闪身躲过 他也不再练战 随即启动关门装置 胜券在握的他 露出阴险一笑 转身离去 不料身负重伤的阿和 真知自己已无法脱身 竟奔不顾身地 以血肉之虚 卡在门缝之中 只为兄弟成风 争取一线生机 看着地上布满兄弟的鲜血 成风再也无法压制 心中的怒火 他顿时面露凶光 向设计师猛追而去 随道之中 成风偷偷爬上工程车 对着设计师 就是以一番拳脚相加 对方虽拼命反抗 但终究还是身为军人的成风 更胜一筹 随着设计师的丧命 杨建华也在此时持枪赶到 曾经无比恩爱的二人 现在却身不由己的兵戎相见 眼见身后的阿明 带领手下而来 杨建华为了不让成风 死于乱枪之下 自所再三 许诺定会等他出狱 起料就在成风犹豫之际 死灰复燃的设计师 突然扔出一枚定时炸弹 深知必死无疑的他 临死也要和成风同归于尽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波涛汹涌的海水 瞬间涌入隧道之中 工作人员为防止海水外泄 果断启动紧急阀门 加以阻拦 眼见滚滚海水尽在咫尺 成风奋力将杨建华二人 推至门外 最终选择将生存的希望 留给了致死不渝的爱人 风哥 爱到尽头 拂水难受 爱悠悠 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